有两个国家我觉得正在铺澳大利亚的后撑 成为全球最不知天高地厚的愚蠢国家 它们分别是英国和加拿大 我们先来看两则消息 一、2月2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46届会议高级别会议在瑞士、瑞内瓦开幕 因外交大臣拉布发言时再次攻击中国 上部一系列涉新疆谎言 它还宣称联合国人权理事的高级庄园或独立调查专家 必须被允许紧急且不受限制的进入新疆 另据拉布办公室22日发表的声明 英国还试图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 以具有投票权的成员国身份谴责中俄人权记录 二、22日加拿大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动议 认定新疆存在所谓的种族灭绝 最终投票结果为266票赞成 0票反对 2票弃权 在投票单旅 一些议员还借记地炒作人群议题 鼓吹更换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办地 英国、加拿大为什么在新疆、香港的问题上 长着中国不放 他们明明知道是谎言 却为什么不顾一切的狂吠 他们明知道狂吠可能也无怨 可为什么还疯狂地不留余地 这其中最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这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打击计划的一部分 而英国、加拿大等国是美国的利益相关者 而又是政治上的追随者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追随组织的脚步 美国针对中国的这些打击 不会因为美国总统换了人而改变 因为特朗普时期美国两党 通过涉将涉战涉干的相关法案 美国两党是高度共识 基本都是全票通过 事情并非特朗普政府主导 而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意愿们 美国的两党为什么会在中国问题上如此一致 在我看来有两大原因 一是他们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战略威胁 和第一大战略竞争对手 所以他们会一致地对华采取敌对措施 二是他们认为美国的问题只有制服中国 对中国经济制行一番劫略 才能够真正地彻底解决 而英国加拿大之所以如此的歇斯底里 那是因为在经济上 两国严重地依赖美国 在政治上更是把美国分为规念 英国之所以政治上转向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英国判断特朗普将连任 于是就推出约翰逊 约翰逊上台后 特朗普威胁对英国进行制裁 结果英国在对华政治上就彻底的转向了 加拿大就更不用说了 经济政治都严重地依赖华盛顿 压根就没有自己的一点的主心骨 于是两国就都得了美国一样的失心分 不过在我看来 现在美国为首的西方 对中国的歇斯底里 其本质是无能与无奈的表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注意会发现 美国至2010年重访亚太针对中国开始 所有的大战略全都失败了 这些失败让美国越来越无奈 越无奈越抓狂 于是就有今天先是美国 接着澳大利亚 英国等国的失心分状态 奥巴马在2009年上任后的第二年 就开始针对中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结果怎么样呢 半岛局势依然稳定 过去几年朝韩关系改善了 中日钓鱼岛的争端的结果是 中国在钓鱼岛实现了巡航的常态化 中国在东海化设了防空识别区 美律都不得不承认 南海美国针对中国搞了六七年 现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 进一步加强了 南海只剩下美国自己赤不上阵了 等到特朗普2017年上台大手一挥 奥巴马搞了七年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被直接的废掉 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一起废掉的还有TPP 特朗普时期 美国信誓旦旦和中国打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打了两三年 最后结果是特朗普两次亲自打电话到北京 恢复谈判 现在全球都知道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打输了 在中国香港问题上 美国投入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支援 结果最终迫使 难过地推出了港区国安法 现在香港的港独们抓得抓逃得逃 美国正在失去在香港的繁华桥头堡 在全球外交方面 过去特朗普的四年冷期 连盟友都不再相信华盛顿 在刚刚过去的G7峰会上 默克完全主导了政治议题 并要和中国友好合作 拜登只有负荷的份 美国现在连自己的政治主张在G7都发不出 最后逼得约翰逊 高喊自己是狂乐的清华分子 最后美国针对中国的正常招数都用完了 结果都失败了 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于是从特朗普时期 开始越来越疯狂地对中国进行抹黑 包括香港 新疆 西藏 疫情等问题 完全不再讲事实和道理 只是一味的抹黑 试图用戈培尔效应对付中国 这套路不是吃人说梦是什么 在我看来 美因等国针对中国的抹黑谎言 不但无法成为真理 未来还将成为他们的国际政治花铁路 之所以这么说 其中原因有四 一 从国际视角看 人无性不利 国无性折衰 这是几千年来 人类亘古不变的天理 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 这些年完全地不顾任何国家信誉 为达目的 不知手段 没有任何下限可言 这种没有信义的做法 世界各国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现在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遇到的却是中国 中国现在不但实力足够强大 又是一个讲信义 负责任的大国 这种对比本身已经足够强烈 在世界各国心中都有感称 这是没有国家 让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较量的 各国也只能够冷气吞声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现在是美国为首的国家想制服中国 中国则一直在硬干与反制 那么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 12年时间过去了 中国是在美国的一轮一轮的打击中不断地壮大 而美国自己就在快速地衰落 所有国家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这一切在未来都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作为美国总统 连在居七的话语权都快丢了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状态 就是国家失信的结果 国无信折摔美国的衰落 不会因为诋毁抹黑中国而停止 从西方国内的视角看 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上失自信 一方面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面对疫情完全的没有应对能力 这让他们非常沮丧 对自己国家 对自己的政府正在上失信心 另一方面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正在陷入经济衰退的渗涡 他们的生活正在变得更加糟糕 内部矛盾正在陷入越来越不可调和的境地 三 从全球发展的视角看 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之所以对中国如此的歇斯底里 原因是 他们面对现在的困境毫无办法 莫说带着其他国家发展 他们连自己都带不动了 相反 中国提出的发展倡议 却总是能够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同 并且总是能够不断地落地 譬如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产业 四 从中国的视角看 美国在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后 已经放弃了 争取中国知识分子的策略 他们开始露出了 勤勉狼扬 当然对我们来说 当美国为首的西方 连中国的知识分子 都放弃争取的时候 也是他们彻底的失去自信和心理优势的时候 2020年是世界的转折年 是中美的转世年 从这一年开始 美国在中国彻底的失去了人心 彻底失去了道德之高点 是中美国在中国之后 我把它放异地 了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